不任何一任市长图立金华城 只有金华城三十七年来的被罢名 通诉没有图立只有霸凌 大手逼买下五大爆灯好灯满 金华城改建案容积率被议员爆料 金科文哲市府两次放宽 从百分之三百九十二 膨胀到百分之八百四十 这容积是花五台北市民共同的钱的 这市府的公有的权利 结果变回私人使用 强调一切依法合规 还原当初时间序 好龙斌市府任内认定的 百分之三百九十二容几率 在二零一八年金监察院纠正后 恢复到商三用地规定的百分之五百六十 二零二零年金华城 依照都市计划法申请百分之二十奖励 容积 市府在二零二一年通过 同年再斥资四十四亿元 购买百分之三十的容积移转 二零二二年都市设计委员会 通过审议合法建造 从五六零的证明 已经被好龙斌市府拖延了八年 所以这个时间序 其实跟前几年我认为是应该没有相互关联 所以五六零乘以百分之二十 只加这个百分之二十 五六零乘以百分之三十 再加上去才会八百四 我想这个东西如果有问题 就麻烦送检掉 不用再用这样的方式流账税 前副支掌黄珊立场踩得紧 对当初留下的证据有信心 百亿改建案牵扯三任市府 如今阵风处已经启动调查 就等一切水落石出 华视新闻张正学东前三局小组 台北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